时间过得好快 今年已经是我们分开的 第三年了 我的头发从起尖到脊腰 你回到原来的城市工作 生活就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 一切都回到了 我们没有遇见时的样子 我的二十三岁也终于到了 三年前的我所幻想的二十三岁 和现在完全不同 我以为会养一只猫 回去学夹子工 我们可能还会 一起在长城的河堤旁散步 还会因为吃完饭 究竟谁洗碗而吵吵闹闹 但还是会在琐碎生活中 努力地经营着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小幸福 总之我想象中的二十三岁 充满了许多 无关紧要的小事 唯一没有想过的是 你会缺席我的二十三岁 很多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 如果我们现在 还在一起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还会像当初那样深爱吗 我们最后还是会在各自各样的争吵中 耗光我们的感情吗 有人说你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 真正意识到 某个人是真的离开了你的生活 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争吵的时候 你拖着行李站在门口 把钥匙轻轻搁在玄关的柜子上 测试看了看我 像是想说些什么 但最后还是没有开口 推开门安静地走了 说实话当时的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到时 无数次争吵 累积起来的失望与疲倦 突然像一阵风一样袭来 于是我没有挽留你 于是你也 再也没有联系我 谁又能想到呢 那次我已经不记得 因为什么而争吵 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你知道吗 分手之后真正让我感到难过的 从来不是你争吵时 说过的那些伤人的话 也不是我在感情中隐忍的委屈 真正让我难过的是 你遗留在我的生活中的 每一件事情 是书架上还搁着 你忘了带走的书 是我还来不及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是下班我一个人 走在回家的路上时 耳机里突然随即到的 你最爱的那首歌 你知道吗 我已经不太记得你的脸了 但是你的习惯还是如影 随行地跟着我 在每个辗转反侧的夜里 让我不得安生 在你离开之后 我知道了怎么修理 出故障的电器 我学会了如何 做你爱吃的松树鱼 我开始健身 开始努力工作 开始认真负责地 经营自己的生活 只是这些 再也与你无关了 那天经过 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咖啡店 发现那里已经改成了花店 我才恍然明白 没有什么 是会永垂不朽的 就连回忆都会褪色 更何况 我们的感情 原来不仅仅是我的二十三岁没有你 今后的年年岁岁 你也将一瓶缺席 每次我总一个人走 交叉路口 自己生活 这次你却说带我走 某个角落 就你和我 像土壤抓紧花的迷惑 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 在你的身后 计算的步伐 每个背影 每个场景 都有 发过的梦 带我走 到遥远的以后 带走我 一个人自转的寂寞 带我走 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 都将成为泡沫 我不怕带我走 每次我总独自远走 保持肩膀 不周眉头 这次你却说一起走 彼此温柔 彼此温柔 从此以后 像土壳抓紧花的迷惑 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 在你的身后 在你的身后 计算的步伐 每个背影 每个场景 都有 发过的梦 带我走 到遥远的以后 带走我 一个人自转 一个人自转的寂寞 带我走 到遥远的以后 带走我 一个人自转 的寂寞 的寂寞 带我走 带我走 就算我得了你的自由 都将成为泡沫 带我走 ów 带我走